很高兴又在大法谷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 近代中国佛教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高僧 印光大师 他以常惭愧僧自居 那么究竟常惭愧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首先我要介绍呢 惭愧这两个字 作为一个名词来用 是佛教的 专有名字 在佛教传认中国之前 并没有这样子两个字连起来的一个名词 而这两个字呢 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和观念 惭是对不起自己 叫做自惭 而亏呢 是对不起人 也叫做亏对于人 但是啊 凡是对不起人的时候 往往也是啊 对不起自己的 不应该做错了 是伤害人而伤害掉人了 当然同时也对自己啊 当然同时也对自己啊 有所损 至少是损得 所以呢 也是啊 是对不起自己了 因此呢 慚愧就是呢 连起来用啊 对不起自己又对不起人 或者是对不起人又对不起自己 当我们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时候 往往也就是啊 减少了 对人呢 对人能够更好一些的机会 所以说呢 对不起自己 往往啊 就是对不起人 比如说 我们呢 对父母都希望我们 每一个儿女 都能够啊 成长之后啊 为自己的家族 争光荣 可是呢 自己并没有 为家族争光荣 那自己是对不起自己 同时也对不起父母了 也就是让父母奢望了 虽然并没做坏事 但是呢 因为没做得更好一些呢 自己是浪费了时间 浪费了生命 也对不起啊 人家 或者是家族啊 的期待 和期望 那我们对老师也是一样 对朋友也是一样 对于所有的人 乃至于所有的众生 都应该经常啊 怀着 惭愧 两个字 因此 英光大师啊 就 自以 常惭愧生 作为他的啊 好 一位大师 人人都认为他们呢 缺点很少 认为他们呢 是模范 是有道的 还觉得他们自己是啊 非常的惭愧 而且经常的 非常惭愧 这就是啊 谦虚 的 一种 功夫 其实 比谦虚啊 更 进一步了 谦虚 就是说 自己啊 有所不做 有所不能 人自知 不行 自知啊 还欠缺 所以呢 对人 很谦虚 可是惭愧呢 是啊 非常积极的 自己知道 做了 应该改过 自己知道 不行的 应该努力成长 自己知道 做的 已经那不错 但是呢 还是不够 更好 那应该 努力改进 这个 因此 常常有 惭愧性的人呢 吃 就是啊 有菩提心的人 说菩提心的意思啊 就是 自立立人 就是菩萨心 就是要 学佛的 心 也就是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心的人 而 自己的智慧 不够高 自己的慈悲 不够广大 应该 感觉到惭愧 虽然 有人呢 摩拜 崇拜 供养 恭敬 那 自己更 应该 觉得惭愧 人家把自己 当成了 圣人 当成了 高僧 或者是 有道的 有德的 为人 那自己 还是觉得 差得蛮远的 至少自己还没成佛 应该 成了佛以后呢 就是圆满了 否则的话 都应该啊 要提起 惭愧两个字来 所以能够常常啊 把惭愧两个字 放在心头的话 第一啊 不敢懈怠 他是非常精进的 非常努力的 第二呢 他一定是非常谦虚的 见到任何人呢 都会尊敬的 都啊 会啊 无条件的 要帮助人的 第三呢 常常把惭愧心呢 放在心头的话 这个人 就能够 忍弱 负重的人 因为啊 惭愧 所以自己 不仅仅是 勉为其难 而且呢 要难行能行 难忍 难忍 难舍能舍 这就是菩萨精神的 如果作为一个 学习菩萨道的人 或者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或者是正在 自己认为是在修佛的人 在修行佛法的人 还有说不忍 还有说不愿意舍 还有说啊 不愿意啊 做 那自己应该感觉到惭愧 因此 我们大家不要 误会 认为 有惭愧心呢 就表示他有缺点 成人有缺点呢 表示很差劲 那 表示了差劲啊 那当然是 不值得我们去啊 顿近的人 事实上 恰恰相反 因为 惭愧 所以他的缺点很少 因为 惭愧 所以呢 他是一个 非常啊 努力 精进 活啊 缺点很少的人 阿弥陀佛 欢迎您再次收看 大法谷节目 有位居士写信来说 他曾经到过一些寺院去参访 看到寺院的摘堂外面呢 挂着一条木科的鱼 他觉得很纳闷 因为寺院是吃素的 为什么会在摘堂的外面 挂一条木科的鱼呢 让我们恭敬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这条鱼 是有个故事 在斯加弥陀佛的时代 有四大海 有八大龙王 其中 有一个龙王呢 是现代余生 他的名字叫做 摩基 因为他 过去是 虽然学佛 但是称性很重 也造了很多的义 因此呢 虽然善根还在 还在护持三宝 但是呢 已经是堕位 余生 可是做得很惭愧 因此呢 他就非常精进 努力地用功 日一几夜 一夜一几日 平常的人 都要有睡眠的时间 而他呢 二十四个小时 在印度来讲 昼夜六时 眼睛从来不明眸 就是他精进地 努力地修行 因此呢 佛啊 就告诉弟子们呢 我们精进努力 修行呢 要学习学乡 目击于 那样的精神 因此啊 在寺院里边呢 金色里边呢 为了警测 我们的出家弟子们 不要懈怠 所以呢 磕了一条鱼啊 挂在啊 寺院里面 这原来呢 是啊 让我们 精进努力的一种 警测的 道具 而在寺院里边 生活的人啊 就看着这条鱼啊 就惭愧形成起来 就要好好努力了 就要好好努力了 后来呢 因为是 身团的生活啊 是一个大众 集体的生活 起床的时候 一起起床 睡觉的时候 一起睡觉 打坐的时候 一起打坐 拜佛的时候 一起拜佛 送经的时候 一起送经 为了结合大众啊 来修行呢 那个影响的信号 就是打那个鱼 就打这个鱼的时候 一打呢 就表示说 现在啊 鱼啊 叫我们去 好好努力修行呢 就听到打的鱼的声音呢 就要去修行呢 这个就是 我们念经要敲 摸鱼的 一个典故 那么 我们现在 在寺院里边 摸鱼有两种 一种啊 就是一条 像个鱼的形状的 摸鱼啊 是挂在灾堂的前面 另外呢 只有一个鱼的头 鱼的嘴巴 那 这是用的来送经用的 这是放在 腹垫里 那两种 鱼的形状啊 看起来 那肠子很像鱼 小的呢 不大像鱼 但是呢 你仔细地看一看 还叫它摸鱼 这个典故是这样子来的 并不是因为啊 出家人想要吃鱼 吃不到 就 钓一个沐鱼 挂在那个地方 做个象征 不是 不是 是为了警测 我们大家 能够精进 用功 不要携带 就是啊 日夜 不要休息 是鱼 能够这个样 我们呢 已经成了人了 应该更要精进了 但是我们变成鱼的时候啊 已经很晚了 所以是现在呢 还是人的时候呢 要好好努力修行 这个典故事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敲墨鱼啊 就变成了 只有吃饭的时候敲 其他的时候啊 没有敲那个 这个长行的鱼 只要早上 中午过堂 上灾堂啊 吃饭 以前呢 敲 这也是啊 击重的意思 击重的一种信号 我们在寺院里边呢 不管是进什么堂 都是修行 不是说吃饭的时候 是休息 是在享受 而吃饭本身呢 就是啊 修行的 一种啊 一种方式 所以是 为了团体的修行呢 用这个打 这个鱼 我们叫做打邦 这个又叫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邦 鱼邦 打这个鱼邦的时候呢 就要进灾堂了 那进大殿呢 我们是敏忠 结谷 进大殿 进法堂 但是呢 打鱼邦呢 是进入灾堂 进灾堂啊 是一种啊 很隆重 庄专专的修行的 庄严的修行的服势 所以当我们进入灾堂以后啊 并不是散心 杂话 交头 接耳 并不是方式 方医 在那边呢 大块赌医 不是 而是呢 用功 所以是一进灾堂 我们开始是就是诵经 就是来念供养 唱供养祭 而正在吃吃饭的时候啊 吃第一口饭呢 说 愿 断一去饿 吃第二口饭呢 说愿 修一去善 吃第三口饭呢 愿度 一去动身 所以正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在修行 修菩萨道 是不是就仅仅是 指于 说话 发愿 不 而是呢 以吃饭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呢 的力量 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三宝 所以这也是一种修行啊 阿弥陀佛 好 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谷节目 我们知道出家人的衣服鞋子 在外形跟饰样上呢 跟一般的服饰不同 我们通常叫它是生服 僧鞋 或者是罗汉卦 罗汉鞋 那么因为出家人的服装 宽松舒服 有些在家居士呢 也很喜欢穿 究竟在家居士 是不是可以穿出家人的服装跟鞋子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如果根据印度的 所谓出家人的服装 标准来讲呢 我们台湾呢 我们中国人的出家人呢 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出家人的服装 在印度没有罗汉鞋这样东西 也没有罗汉卦这样东西 甚至于我现在穿的海青 看起来是出家人的 也不是啊 原来这印度的出家人穿的 常山也是一样 除了啊 光头 是好像出家人之外 其他的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啊 全部都是啊 在家人的 也就是汉服 我们真正的出家人的衣服呢 就像这个佛身上披的 就是不是啊 一种啊 有袖子啊 有领子啊 那样子的衣服 而是呢 就是一块布啊 批起来 所以我们出家人现在呢 平常打个没有穿 没有批啊 真正的出家衣服 都是 入方 随俗 就中国汉人 穿的衣服 我们在穿 呃 但是呢 既然呢 现在的书人呢 书不穿的 而僧人 继续穿的 那就变成了 僧人呢 所专用的 服装 因此有人说啊 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每一个朝代 改朝换代的时候 呃 苏人 都会跟着朝代的变化 的规定 而服装就变了 所以明朝的服装 和唐朝的服装 不大一样 元朝的服装 和清朝的服装 也不是一样 凡是有一民族 一文化 新民族 新的文化 来统治啊 我们中国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的熟人 大概都变 因此呢 呃 有人怎么说呢 说 俗祥 生不祥 那个祥的意思啊 就是投降了 俗人 是投降了 连服装都改变 而僧人呢 没有改变 所以僧人 始终是保持住啊 汉堂的 装束 像我们穿的这种服装啊 是 汉和唐 时代的 模式 那我们的 衣服啊 因为是古时候人穿的 没有像现代人穿的 那么紧 那么不舒服啊 因此呢 有很多的人 喜欢穿 那么事实上 在日本的 就是和服 就是和服 最早也是从我们汉堂的 服装啊 改变成功的 那我们现在讲 比如说罗汉鞋 罗汉鞋 是不是 就是罗汉穿的呢 没有啊 在印度的 在印度的鞋子 不是这个样子的 印度啊 并没有像我们 中国现在这个 罗汉鞋 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 呃 中国僧人穿的 罗汉鞋 在早期是没有的 而是早期呢 用啊 也用布铸 也用皮做 也用麻做 也用草做 类似于啊 拖鞋 加后跟 或者是呢 草鞋啊 早期啊 的这个僧人 穿的鞋子 行脚穿的鞋子啊 是啊 草鞋 因为生人呢 穿其他的鞋子 穿不起 只有穿草鞋了 我小的时候 也穿草鞋 我到了台湾以后 我也穿过草鞋 我也会编草鞋 现在的罗汉鞋 实际上是由啊 草鞋演化成功的 变化成功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服装呢 长的也好 短的也好 都是呢 汉唐的服装 所演变成功的 因此我们呃 现在呢 除了我们生人 穿以外 也有一些苏人呢 他们一些模仿的穿 呃 在呃 我来讲的 哈 我觉得 生人已经穿的 就是这样子的 标志了 那苏人不必穿 苏人穿呢 也生不生 苏不俗啊 反而不好 比如说警察的制服 军人的制服 那每一个人 每一个老百姓呢 都随便穿的话呢 那就是啊 军民不分 或者警民不分的 但是大家也很喜欢穿的时候 那也没办法 啊 像过去有一段时间呢 呃 美军呃 呃 的制服 我们在台湾呢 呃 看到美军制服 呃 很喜欢穿美军的制服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可是呢 生人呢 的衣服啊 如果说是苏人 穿来的时候啊 呃 有一点呃 不是很好了 可能是冒充生人 那但是呢 如果他的头发 并没有剃掉 还是在家人的样子 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 呃 甚至于呢 像龙发堂啊 高雄那个龙发堂 他那一些呃 精神病患 他们也穿了这个罗汉 罗汉装 但我对初我也觉得是不对劲的 穿得胜不胜 舒不舒啊 但是呢 现在他们既然穿 我们也没办法来禁止他 那这个 那他们就穿了 那我们现在呃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子 呃 呃 最好不要穿呢 如果一定要穿 也没犯法 也没犯罪 呃 再穿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身熟混淆 就这个样子的问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看着呢 感谢观看